白色听说是旺我的颜色 所以我由面到底我也是穿白色的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资讯 请订阅我的频道和按这个小钟 追踪通知我每天会准时12点钟跟你见面 白水晶之所以称为水晶之王是有原因的 其实它里面存在很多种颜色的光谱 所以你立什么愿望的时候都可以用得上 虽然白水晶是百搭但也不是万能 大家一定要知道白水晶可以透过它的形状 改造和变化达至不同的功效 例如白水晶手链刚才我说过 帮助你身体上的健康也代表七轮圆满清除负能量 如果白水晶柱它的形状也可以帮助能量输出 做能量治疗能量激活等等 亦都可以制作水晶阵去做这个立愿望 而且可以在任何种类的愿望都可以的 因为它不受颜色特性的限制 所以可以成为任何愿望的发射塔 如果玄石系列好像这个玄石的 你可以做这个冥想 配合呼吸法和高卧连接 在光线中亦亦产生持续稳定的震动 亦都这样会令人头脑清晰 增强忌历力和理解力的功能 更有显著的帮助 亦都很适合考试那时候的配戴者 非常适合 如果这个白水晶球 或者这个灵敗的状态 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做这个占卜预测 规探未来的事情形象 得到信息和指示 从而插华人生的方向 其实很多水晶都是由这个白水晶演变而成的 亦都例如这个幽灵水晶 发晶子晶黄晶等等 只是在白水晶里面出现了内含矿物 又或者因为生长环境温度改变 产生了不同的颜色 所以为什么白水晶是白鱼呢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白水晶它也不是万能 大家要知道 例如白水晶并不是可以为其他水晶 进行这个消耻淨化充电 因为它的振频能量是不足够的 好了 只要对水晶足够的知识 这样就好好利用水晶的能量 大家记住 每天多看我的视频 那你就会学得更多 大家有没有经常听到来自我们内心的声音呢 嗯 没错 这些就是高我的声音了 当你有疑惑 或者在做人生选择的时候 它都会给你最好的建议的 那怎样跟高我连结沟通呢 跟高我连结之后又做到些什么呢 那你就要报我水晶连结高的课程了 我保证你会有意外的收获 嗯 等待我